谢霆锋作为英皇大师兄 线下却再度成为了影坛香波波 不仅港圈项目首选他 内与主旋律的资源也开始倾斜他了 可是面对陈伟霆的球员 他这边的建议却是让陈伟霆暂时休息一段时间 也开始有一些陈伟霆粉丝觉得谢霆锋不够仗义 对学弟不闻不问也就算了还要下出主意 谢霆锋其实是奶过陈伟霆的 或者说自从英皇有意北上之后 他就被英皇很大力度强捧过 但最后的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 陈伟霆最大的优点就是没有什么大缺点 但最大的缺点也是没有什么大优点 论颜值率和气质都不顶级 论实力演技和动作也不拔尖 再加上多年前教主无心的一句不认识 让他被港圈上层从骨子里看清 所以他现在停一停 静下来给自己规划出一个长处 其实才是相对正确的方案 毕竟港兴素来保养有道 40岁才开始称王作霸的大有人在 陈伟霆要是能耐得住寂寞 能用的男星就只有谢霆锋和余文乐 以此来哀叹港圈的清皇不接 结果10年后香港40岁左右 因此陈伟霆只要自己争气一点 应该还是有被重用的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